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单元 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下 可能大家都很关切 很感到兴趣的 也就是所谓心理疾患 或者是心理异常的问题 尤其在现代文明的社会 我们除了基本的胜老病死的病痛之外 更多的时候 我们心理上面也会产生一些状况 一些困扰或者是一些问题 那么在谈更仔细的一些特殊的心理疾患之前 我们想来跟大家先谈一下 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界定 这个所谓心理异常 那通常心理学家 尤其是临床心理学家 在研究这样的议题的时候 大概有四个面向来去考虑 我们怎么样界定 所谓的心理的异常 第一个是比较从文化 或者社会的规范 或者是常模的这个观点 也就是说某个人的这个行为 或者他的某一些的表现 思维的方式 真的有很多异于常人 而且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个是所谓的不寻常 不寻常跟刚才的这个想法有点相似 就是说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子想 大多数人可能在这个情境会做这样的行为 可是某某人他做出的行为 或者他的这个思维的方式 跟众人非常的不一样 这种不寻常的这样一种状况 第三个恐怕也是蛮关键的 就是所谓不适应或者适应不良的这些行为 就是说个人的不管是思维的方式也好 或是做出来的行为 其实会造成他自己 以及跟社会或者其他周遭人之间的互动 产生一些不是很好的 不是很正面的一些结果 这个时候常常我们就会去反省说 是不是自己的状况 真的出了一些问题 那再来就是比较personal 个人的这个苦恼 或者是个人的压力 也就是说 当你有了这些特殊 跟人家不一样的思维 或者是行为的这个方式的时候 可能你跟周遭人都觉得格格不入 那么对自己 产生很大的这些困扰 跟这个压力 那通常我们在界定 或者是考虑心理异常 或者心理疾患的时候 大概这四个标准 这四个定义 我们都需要去考量 那么更具体的讲 当然在很多年的 这些专业的领域的研究里面 我们大概已经能有看到两套 所谓的分类心理疾患的系统 那一个是所谓的 国际疾患分类系统 就是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那它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广泛的 也包括心理疾患 或者心理异常这一块 那另外一个是所谓的DSM DSM它代表是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是特别针对心理疾患 或者心理疾患 做这种统计跟分类的 这样一个手册 那这个后面这个DSM 它是美国精神医学会 那么是希望大家有统一的 规范在这个诊断标准上 那这个已经发行了 非常的多年 所以现在最新的版本 是所谓的DSM-5 这样一个手册 那我们有一个比较大家能够 一致可以遵循 而且一个非常稳定的 良好的分类系统 其实是有助于这个诊断跟治疗 就是说至少我们有一个 基本的概念 可能当身的问题是在哪里 所以这样的一种分类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彼此之间 尤其是专业的人员 他彼此之间的沟通 更能够简洁有效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考虑到 当你就是做这样的分类 给了一个标签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也会造成一些 不是那么正面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我们做了这样的标签 或做了分类的时候 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告诉你 那个当事人 他特殊的状况是什么 因为这个心理疾病 非常的复杂 所以每一个人的展现的这个情况 都会有所不一样 所以光是给一个标签的时候 常常就会忽略掉 个人的这些差异 还有就是说 虽然我们做了分类 但这个分类 并不能够非常清楚地告诉你 前因跟后果 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他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疾患 或者是异常 那么他的预后会如何 当然也是要看我们怎么样能够 做一些治疗跟处域的工作 还有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 当我们给这个当事人 或者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 分类的这个标签之后 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标签化的 这样一个播好的效果 大家因为不是很了解 就借由这个标 有点像是我们讲的 刻板印象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种 心理疾患的分类 有的时候它会像是一种 心理异常的一种 刻板印象 你如果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只是凭着这个标签所来的 刻板印象 去看待这个人的话 其实是有很多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负面 不是很正面的 这个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了这个标 洋洋洒洒 我们不会去来细谈它 但这里面 这个是根据ICD ICD分出来就是 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这些心理的习惯 在我们这个单元 会跟大家特别谈到 我们这边 highlight出来的 有一些是比较跟压力 所造成的焦虑症有关 有些是所谓情绪 或是情意上的这些异常 再来就是这个 思觉失调症 就是schizophrenia 还有最后我们会谈到一点这种 性格上的这些 心理这个异常 或是反社会的 性格的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也会从 很多不同的观点 就是说比较生物性的观点 比较是看它内在的 身体的这个状况 或是大脑的运作 还有心理的功能的观点 还有行为的这个观点 这是行为主义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想法 还有比较认知历程的观点 以及精神分析的这个观点 这是让我们过去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谈的 还有就是社会文化这些观点 那这些不同的观点 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 来去了解心理这个疾患了 那最终我们如果加以整合的话 大概就是可以归纳为这个 这个所谓脆弱压力的模式 那这个Vulnerability 或者这个脆弱 主要指的是这个人天生下来 也许是先天地的遗传 或者是基因和家庭的因素 造成说 它是不是容易 因为在一些压力的情况之下 产生心理的疾患 那这个stress 就指的是它所面对的外在的环境 是不是提供给它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困扰 很多的挑战 而它自己本身 到底是一个脆弱的人 还是一个比较有抗压性的人 所以这两者都是一个 会不会造成心理疾患的 一个必要条件 而不是充分条件 意思就是说 只有其中之一 不见得会让你产生心理疾患 所以这是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有一些人 在非常强大的压力之下 他仍然能够游刃有余 似乎能够因应得很好 但另外有一些人 似乎大家觉得 这不是问题的问题 可能就把这个人给击垮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 从所谓压力 或者脆弱跟压力这个模式 来看待心理疾患 会不会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